您再一件事提問,想請教國常委員在國會議題的部分 因為宗教兵日前是為了憲法訴訟法的公平會被照南拜的當典來簽通遺書 不過據了解副總召是說國常委員簽的國才會簽 當然他最終還是沒有簽名 不過好像在郭鋒上好像跟宗教兵已經有點多差 可以幫我們還原一下 非常感謝,我也是剛才聽到才知道 謝謝國民黨黨團總召或副總召這麼尊重我的看法 不過每個黨團都是獨立自主運作的 所以最後的結果應徵,我簽了他還是沒有簽 不過有這樣子的表達,我還是表示感謝 其實這件事情非常的簡單 禮拜五院會的時候,宗教兵跑來找我 說他們要辦公平會 然後說其他的黨團都同意了 台灣民眾黨黨團是不是也可以同意 我說要辦公平會,你們如果都同意了 看起來好像也不是什麼壞事 所以我就簽字了 結果我後來才知道他騙我 他騙我 所以我在議場裡面,我很直接的對宗教兵講一件事 我這個人可以被你騙一次 你以後不要再拿東西來給我簽 你一個堂堂的立法委員 用騙的喔 你幾歲啊 你小孩子喔 丟人謝你啊